在我們的客廳 掛在最顯目的角落 外公就常常跟媽媽說 這是我們的傳家之寶 要帶一帶的傳家 已故前監委陳漢真一家人 在客廳拍照留念 仔細一看牆上的畫作 就是出自國畫大師張大謙之手 被當成傳家寶 只是畫作多年前遭竊 最後卻出現在拍賣會上 寶石靈芝是張大謙在一九七六年 送給前監委陳漢真 後來他轉交給女兒陳牟招 二零零六年有歹徒闖入住家 寶石靈芝也遭竊 沒想到二零一七年 這幅畫出現在香港蘇富比 隔年又出現在新加坡 用到拍賣行展覽中心 陳牟招得知後 氣得對蘇富比亞洲區行政總裁 陳壽康提告媒介髒物 以及洗錢等罪嫌 北檢認為陳壽康罪證不足 處分不起訴確定 而檢察官追查畫作流向 發現竊案發生後 最早取得畫作的是一名畫廊老闆 幾斤斬首才被一對無姓父子給買下 拿去香港蘇富比拍賣 陳某招也決定對金手的三人提告 只是調查結果不是過了追訴期 就是無法證明他們知道這是髒物 因此同樣不起訴 刑法349條的規定收受髒物罪是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追訴權的時效只有十年的期間 還有一個就是民事的不當得利請求權 然而他的時效也是十五年 律師表示事發至今已經過了將近十六年 恐怕真的會求償無門 但陳漢正後代還是提出在意 高檢署認為調查不完備 將全案發回北檢重查 這場傳家寶爭奪戰 恐怕沒這麼快落幕 華視新聞 廖婷羅大偉 台北報導